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又歡迎我們今天在網上一起的崇拜 盼望今年的崇拜能夠讓我們每個人 都一起去歌頌我們的神 將榮耀歸給我們的神 在開始的時候我們先做一個脈土 準備我們的心 賞什麼點 女兒 詞曲 李宗盛 a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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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自己真理的原则 去跟从主你的脚踪行 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其实从四月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个系列 都是有关于基督教 的开展一些重要的时刻 一些关键的时刻 当然如果没有耶稣 钉十字架 没有耶稣復活的话 我们就没有基督教 所以这是一个信仰的核心 所以我们是从耶稣钉十字架开始 然后讲到耶稣基督的復活 在耶稣的十字架和復活的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盼望 是一种应许 之后我们讲到那些门徒 怎样经历了十字架和復活之后 他们愿放胆全港神的毒 不惧怕迫害 也都不惧怕死亡 大胆地为神作见证 上个礼拜 我们讲到这些门徒 怎样因着耶稣的关系 能够在同心合意 那个教会的生活 他们彼此愿意 死弃自己的财产 而分给有需要的人 在这些同心合意之下 大大见证神 也都蒙神大大的祝福 所以当时候的教会 是非常非常兴旺 无论在质与量都是一样 弟兄姐妹 假如你今天在当时候 那个教会里面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你会有什么期望呢 我想假如我们都是 在那种环境里面 能够在一个团体里面 能够同心合意的 而很多的弟兄姐妹 愿意为主 牺牲自己的财产 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要为主作见证的话 我相信我们都很喜悦 这些团体生活 也都很盼望 这些团体生活 我们觉得这些 真的像圣经所说的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美 何等的善 所以我相信 我们都希望 如果在那里 这一样的生活 能够继续下去 但是是不是 这个是神 比较会的心意呢 是不是神希望 我们的信徒 只是在我们的当中 能够予此感到满足 予此享受 这些团体的生活呢 如果我们仔细看 《使徒行传》的话 在《使徒行传》 那个情景里面 很明显 这个不是神的 那个心意来的 因为记不记得 在《使徒行传》 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 主耶稣如何 跟那些门徒告解 如何说给他们听 神的应许 是在哪里 我相信大家 应该都不陌生的了 说到这里 我们可以再重新 再看一字 我相信很多人 都会识背 这一字的经文 但既圣灵降临 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你们就必得了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由大传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击 作我见证 很明显的 耶稣不是 只是希望 祢的门徒 在耶路撒冷 那里 传道 那里过一些 大兄 磨目 同居的生活 不只是这样 神有一个更大的计划 是希望 祂的道 能够在耶路撒冷 一直传出去 这个才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明白 当时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才知道 怎样的回应 而今天的经文 其实就是 跟这个命令 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我叫 这个在关键的时刻 一个转称 是一个很关键 转接的时候 我们知道 第八章的背景 在哪里 在第七章的时候 是说到当时的教会 有一个非常忠心的仆人 叫使提犯 这个使提犯 他为主 大胆的传福音 跟一些犹太人 辨证 这个福音是什么的 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被工会的人拉去 甚至在那里審文 在那里跟他们辩护 于是 他就说了一篇 很长的 一篇的道 但是到最后 他们不接受 使提犯的道 也不接受使提犯 所以最后 将他用石头打死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第一个 当时 第一个在基督教会里面的 第一个殉道者 是一个殉道者 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发生这么大件事之后 那些门徒是什么呢? 你要看这个情况 就是从八章第一节所说的 我只是读读经文的第一节 他说从这一日起 而是撒冷的教会 这就大租逼白了 除了使徒之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 和撒玛利亚各处 所以很明显 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之后 可能犹太公会 觉得这个是 对他们太大的威胁 所以就大大的 迫害这些基督教 结果是什么呢? 他除了那些门徒之外 那些其他的门徒 除了使徒之外 其他的门徒 都分散在犹太 和撒玛利亚的地方各处 这就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是一件特别的事情呢? 因为这件事本来是很不好的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受到迫害 我们整个教会的生活 被骚扰 门徒也受到很多的压力 但是你看看下面是什么呢? 虽然是这样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由于这样的缘故 那些门徒就不再停留在耶路撒冷 而反而就开始出去了 这个作者 路加特别提到什么呢? 特别是去了犹太和撒玛利亚 那是否这些门徒只是去了犹太和撒玛利亚呢? 如果我们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 使徒行转的话 我们知道这些门徒 不只是在犹太和撒玛利亚 我们在第十一章里面 我们可以一起读 那些因此是反的事 遭患难四散的门徒 直走到肥利基为塞浦路斯并安提阿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亚人 他们到了安提阿 也向希列人传讲主耶稣 主而他们同在 信如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所以你看到他们不单止去到犹太和撒玛利亚 更加去到更远的地方 就去到安提阿和塞浦路斯 在那里去到安提阿的时候 也开始向希列人传讲耶稣 在之前他们主要是向犹太人传讲 有些是说希伯来文 或者是阿难文的犹太人 但是他们开始向外邦人传讲耶稣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结果是什么呢 主与他们同在 信如归主的人就很多 信如归主的人就很多 所以如果看整件事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妙呢 这件事本来在表面看上来 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 教会受到迫害 甚至有人殉道 但是确实在这件事 神的计划 开始继续的失衡 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事件 是神所准许的事情而发生 而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 确实整个小徒行转 都是往这个方向而走的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看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真的觉得神的作为实在很奇妙 这个确实在教会里面 历史当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事 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但是今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不得思想 对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今天教会来说 有什么意义呢 当时候他们在教会 碰到这些事情 发生这些事 当然我觉得 其实有很多方面的提醒 但今天我们主要提起 几方面的一种提醒 如何看神 借着这些事 使他计划实行 来看回我们现在 现今的一种状况 首先我去提醒我们教会 做什么呢 就是不要安于现状 不要安于现状 就是要继续往前 不要因为在一个安舒适的环境里面 或者我们享受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不动了 我们就彼此之间享受了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 都是倾向于安于现状 这个也是一种人性 假如在现状在某种程度上 是可以接受的 是稳定的话 当然我们不是说 一些非常不稳定的状况 但是假如我们的现状 是比较稳定的 比较舒服的话 我们或者满意的话 我们就会愿意停留在现状 如果当然更好的时候 我们更愿意停留 我们更不愿意 离开这种状况 就好像我刚才说 初期教会的生活一样 圣经没有说到当时候 那些门徒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种的心态究竟是如何 当他们彼此之间 和心合意 在享受这种团体生活的时候 他们的心态是如何 我们就知道 他们有非常好的团契 但是呢 我们也看不到 在经文里面 看不到 这些门徒 在全方上有其他计划 除了在耶路撒冷里面 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 我们只是知道 我们只是知道 他们在当中的耶路撒冷 这种状况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如何看 我们的教会 和我们现在教会的生活 你如何去评价 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 我相信 我们感谢神 我们的教会 有风浪 波涂 但是神都一一大力 所以彼此之间 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当然不是说个别的情况 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都是相处颇为融合的 所以我不知道 你对这个现象是如何 你能否享受这种现象 或者安于这个现象 我相信 其实我很容易 会是这样做的 是安于这个现象 而且我们已经有 每年我们可能有一些计划 都会固定的 譬如我们有VBS 或者Splink Frame 或者Future Music Light Music Light 等等 这些事情 但是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在一种现状的里面 我们会不会再问一些问题呢 我们会不会太安于现状呢 而我们不记得了 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呢 而我们不记得了究竟 我们怎样能够使我们做的事工 更有意义更有效呢 或者我们只不过是仍然 说我们继续我们的事工 反正每年都是这样做的 是不是? 我们一向都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就继续做了 是不是? 要不要去问这些问题呢? 但是我觉得当我们教会 在这个时间的时候 神放我们在这个时间空间的时候 神是给了我们一种的使命的 他不是单单叫我们恩秦 是过去怎么做 现在就继续做 一直去做到永远 我相信神不是这样 我相信神在我们每个时代里面 每个时刻里面 都是给了我们一些负担 给了我们一些使命 要我们在这里去完成 因为我们今天的时代的挑战和需要 和过去的时代是不同的 也当然和以后的时代是不同的 那我们究竟如何了解神给我们的使命 去承担我们的责任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在今天的美国 其实基督教的信徒是迅速发落 如果你看一些研究的报告的话 比如Peel Research Center 这个研究中心 他做了一些研究 他说在2009年到2019年之间 大概过去十年的当中里面 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话 在美国跌了12% 但是那些自称为无神论的 我不信神的 或者那些不可知论的 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 这个世界有神无神 我不知道 或者有些我什么都不信 但是这一类的人 你发觉他增加了9% 你不要看这个字 12%、9% 没有什么大不了 其实是很大的 12%已经超过 十分一 超过十分一 超过十分一 而这些人 只有%的时候 我们在说是用百万计 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而且这个只不过过去十年之间 而且你要明白 去美国的人口是增长的 所以人口增长 但是基督徒是更加的少的 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 现在基督教所面临的挑战 其实是很大的 其实是很大的 作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的 基督教的群体 我们跟随神的人 我们面对这个不信的世界的时候 我们究竟如何传福音 给这些人 给这个世代的人 或者我们正如所说 给这个不信的世界 我相信我们一定要明白 神的使命和带领 这是很重要的 就像初期信徒 初期使徒当然 开始的时候的人数非常少 他们都是在一个不信的世界 当时的情景和现在的情景 都不是一样 我不是的 大家不明白 我不是在说 我们以前所做的事情 一定是什么都不适用的 其实不是的 我们有些可以继续去做 或者继续有效的 但是我们有责任去反省 去了解 究竟我们现在做的事工 是否更有效的去履行神的使命呢 而我们现在是否应该继续去思考 是否更有好的方法 适当的方式去传讲神的福音呢 去真的触摸到现在现代人的需要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去教会做事工的时候 我们不单止 大家要听清楚 去问what的问题 做什么的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些什么 或者甚至有些计划要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当然是要问 但是我们不单止问这个问题 我们更加要问是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工 原因是什么 那个目的是什么 有没有去改变 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问 是一个使命导向的教会 就是说我们使命导向的意思就是 我们有这个使命 而我们做的事情是根据这个使命去做的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VBS 我就用VBS 是不是我们做这个 只是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的子女去参加 我们希望能够去扩展 给其他外面的人的子女去参加 如果只是给我们的子女去参加的话 那是不是有需要去做这个 其实我们现在每个星期的主学 已经是可以帮助这些的 为什么还要有特别 几天的假期圣经学校 目的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 不是我们要做的问题 而且我以为 假如我们说不是 不只是给我们教会的家庭的子女 我们更加希望能够做一个传福音 让更多邻居 或者更多我们认识的人的子女 能够来到我们这儿 向这些小孩传福音 假如是我们的目的的话 我们的方向就会很不同了 或者我们要出去发单章 或者我们用一些网上去接触更多的人 或者就算在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去做一些工作 这些所以完全都是在当中的里面 而今天我们的时代 今天我们的环境 在这个晚美的地方 我们作为一个教会 应该如何去思考这个问题呢 所以我今天说这个不安于的现状 不是说你不满足 不是这个意思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神为了我们的使命 我们不应该 听清楚这件事 是不应该 我们不应该去享受这个生活 神是希望我们往外走的 我们将福音更加广泉 尽我们的能力去做这件事 否则的话 我们很可能 我们没有办法 去接触到这个时代的需要 其实你如果看《使徒行转》的话 好像保罗 他跟不同的人 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有不同的方法 我知道有些团契 学生团契 他们在查《使徒行转》 如果看到《使徒行转》 譬如看到《使徒行转》 譬如看到第十三章 去到安提阿里面 在《使徒行转》里面 你发觉他跟一些 有犹太背景的人 传福音的时候 他是不同的 他在会堂里面 他是用 以色列人 旧约的历史 去讲耶稣的 但是你去到第十七章的时候 去到雅典的时候 他跟没有这个背景的人 讲道的时候 他不是讲一样 他讲到未识之神 你今天所未认识的神 是哪一个神 你可以看到 保罗用的方法是不同的 他所讲的中心 是不是耶稣基斯 十字架不是復活呢 是 当然是 他仍然在用这种 原则是没有变的 但是方式就是改变了 如果再看回耶稣撒冷 会议《使徒行转》第十五章的时候 你要发觉 当他们商量到底外邦的信徒 当他们信了耶稣的时候 还不需要去遵守犹太人的规矩 还不需要行葛礼 比如 你说 还不需要走摩西的律法 去讨论这个问题 假如我们今天在当中 他们说 你猜我们的决定会是怎样 但当时 他们的使徒 和一些门徒决定 他们不需要去遵守这些事情 不需要遵守这些事情 因为信是恩信称义 这个我们都知道 所以你看到了 他们如何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去调整 他们信仰的一种方向 做一次声明 我们不是要抛弃真理 抛弃原则 绝对不是 但在方式上 在认知上 在反省上 我们应该是不同的 没有理由是一样的 因为每一个环境 每一个 每一个 都是不同的 所以每一个情景都是不同的 所以盼望 我们真的要好好思想这些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过这个人 黄安 或者叫黄安电脑 大家不要听到 黄安以为是唱歌的 不是唱歌的 这个黄安电脑 这个黄安 或者他的公司 黄安电脑 可能现在 几个年轻人 根本听都没听过 都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人 亦都不知道黄安电脑是什么 但如果你在八十年代 或七十年代 尾的时候 你知道黄安没有人不识 这个在电脑界 是非常出名的 曾经在1984年的时候 这个黄安 福布斯 估计他是全美第五的首富 全美第五的首富 所以这个资产值是非常高的 但现在为什么他听不到呢 当然他做了一些 不是很适当的决定 但其中 最主要的就是 他看不到市场的改变 和需要 固执 我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 固执在固定的模式里面 所以一下子就滑落了 在当时候 曾经他们的股市 去到四十几个股 是没有的 现在只剩下五十千 或什么 是低的 不得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对比 对比 所以我们要明白 其实当我们不了解 这些状况的时候 很容易 我就会没落 当然 你说这个是公司 那教会是不同公司 那这个是没错的 教会当然是不同公司 但你知不知道 每年 每年 在美国 有很多教会 是关门 没有再举行崇拜 差不多每年 有几千间 四千间 当然四千间 不一定是老化的教会 有些可能是新办的教会 很短的时间之内 他就要关门 都有 但是 也有很多 是真的老化的教会 他没有办法 去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 那你说是不是生天的教会 就不忠心不爱神 不是的 当然不是 当然他们都是爱神的 当然他们都跟随神 这个跟爱神 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 只不过我们明白 我们的使命感在哪里 神给了我们什么使命 我们是否安于现状 要是让神在这个使命里面 推使我们不断往前 不断去思考 不断去承担 这个我觉得我们的教会 应该是很好的思想 我觉得神给了一个使命 不单止是当事后的门的使命 也都是给了我们的使命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仍然有我们的撒玛利亚 仍然有我们的犹大 仍然有我们的地极 的教会 所以盼望 神真的给了我们一个 一个 给我们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使命感 能够为神去作供 为神去作供 所以弟兄姐妹 我盼望我们今天 不要忘记 神的使命 另外 今天也提醒我们 今天这段经文 也提醒我们 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 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 这些门徒被迫害而四散 如果你在当时的情境里面 你被到外面的人迫害 以至你不得不去离开 你自己这个地方 离开这个群体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我想很多人可能会埋怨 是真是倒霉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或者神 为什么你会这样 你既然祝福一个教会 为什么要用一个教会 那些门徒四散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你可能会问这些问题 但是这些门徒 你发觉是不一样的 这些四散的门徒 为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看看 他们是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处去传道 腓利下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 这些人 他们虽然分散去各处 做什么 他说他分散之后 就去传道 当然他特别之后 就举这个匪利 做一个例子 他下到 然后落到 撒玛利亚的地方 或者上去 他下到 撒玛利亚的地方 去传讲这个神的信息 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些人 是这样 可以这样 其实这些人 有个解经家 说什么呢 他们其实不是难民 是宣教士 有时 你这样看的时候 以为他们觉得 他们就是难民 好像逃难 是不是 要被逼 要逃难 但不是 他们说 其实他们也不是 看自己是难民 是看自己是什么 看他们是宣教士 所以他们去到 无论什么地方 都去传讲神的信息 因为这个 就是他们的使命 这个就是 他们生活的方式 所以不理地点 不理环境 明显 他们都在明白 神给他们的使命 是什么 使得他们 能够承担 这个传福音的使命 这个经文 当然再说到 腓利的时候 他说到 去到撒玛利的时候 他行了一些神迹 行了一些歧视 很多人都愿意听他说的 到最后 他更说 在那城里 就大有欢喜 在那城里 就大有欢喜 所以 因为这些门徒的四散 去到的时候 他们带给当地人 是什么呢 是带给当地人的祝福 将福音的祝福 带给他们 将心灵的喜乐 带给他们 这些 就是他们一种的使命 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羡慕 这些生命 我相信 我们都会羡慕 这些生命 而今天 我们今天在这里 释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带着神 给我们的使命呢 以至我们真的 不理什么环境 不理什么地方 我们都能够宣讲基督呢 而且将神的祝福 带给其他人 使其他的人 能够心灵得医治 你发觉 其实使徒保罗 在这些情况里面 都是一样的 他都不管任何的环境 不管是什么 他都继续传福音 他都知道 这是他的使命 我们又继续说回 使徒行传 在使徒行传里面 我发觉 他去到肥立比的地方 肥立比的地方 就被捉被关了 被捉被关的时候 那他怎样呢 他就在那里埋怨 在那里死了 被关了 不是 他是跟他的同伴 妻子唱诗祈祷 唱诗的祈祷 神诗工作 他就帮助 当时的玉族和家庭 信主 所以无论他做什么 他都是这样 另外 我也说到 他在罗马被囚的时候 等候这个上诉 等候这个上诉 他都是一样的 都在那里 凡是见他的人 他都怎么样呢 他都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 甚至 在凯撒尼亚的时候 被囚的时候 当时的巡妇邀请安提帕王 去到那里 听保罗的一些情况 亚基帕王 听他的状况 听他的状况的时候 同样 他藉着这个机会 向亚基帕王 传这个福音 所以看到 保罗无论在什么状况 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都把握着这个机会 去寻讲这个福音 弟兄姐妹 其实我觉得 当我们愿意 顺服的时候 我们愿意在任何环境里面的时候 我们愿意 在任何环境去宣讲神的道 为神作见证的时候 我相信 神就将这个机会赐给我们 神就会借着 我们将祂的祝福 带给别人 你愿意这样做呢 愿意去顺服呢 愿意像门徒 愿意像保罗那样 我相信大家都愿意 我相信大家愿意 只不过有时 我们的心力是不够 我们虽然愿意 但也不知如何去做 所以求神怜悯 让我们有智慧 知道我们在不同的状况里面 我们用什么方法 去宣讲神的方式 继续把握着这个机会 什么是机会呢 其实呢 如果你愿意传福音的话 每一个时刻都是一种的机会 每一个环境都是一种的机会 所以说把握着每一个机会的意思 其实就是 把握着每一个环境 每一个时刻 来传讲神的信息 所以在这个疫情里面 我们今天 这个疫情不是过去的 我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过去 但是我相信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去传讲神的福音 所以我鼓励兄姐妹 假如你有些未信主的朋友 平时也很少来教会 你平时也未必跟他很多个联络 但是在这个时间的时候 不妨打个电话给他 问一下他 你现在的状况如何 安不安全 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 或者用WhatsApp WeChat Line 这些情况 Message等等 去做这些工作 去关心一下 这些未信主的朋友 我相信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人 可能现在 心里面有很多的争择 或者甚至 其实在环境上 他们都碰到很大的挑战 如果有人关心他 我相信他们都明白到 基督徒的爱 所以大家 再一次的 我鼓励大家 擲着每一个机会 去做这些事情 让神的福音更加广泉 这是第二个 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 给我们的提醒 第三个我要说的是 苦能 使福音能够托展 能够让我们 帮助我们 展开福音的事工 今天你听起这些 说法好像有些奇怪 为什么苦难 能够使福音 确托展 应该苦难 应该压缩 压制福音的 扩展才对 那为什么反而是 确托呢 但如果你看回历史 你看回很多地方 发生迫害的时候 亦都看到很多 一些的复兴 很多看到基督徒的 坚持 这是一个很别的事 当然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会看到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我们看到 好像今天的经文 路加暗示给我们听 神如何用苦难迫白 使福音更加兴旺 如果大家记得 我们就说了 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 他写信给肥立比教会 他写信给肥立比教会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他能够更加兴旺 使福音更加兴旺 使得更多人 去全港 为什么呢 如果你看到 第一章里 他说到 原来因为他这样的时候 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 被他激励 所以有些人更加愿意 去全港这个福音 这是很特别的 还有 凡是接触到保罗的人 他都说明给他们听 为什么他今天会在这里 是因为他辩明福音的缘故 不然是全港福音的缘故 当然就顺便把福音 全港出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苦难 并不是一定 会妨碍我们 这个福音的拓展 反而有时候 更加帮助我们 去福音的拓展 当然我们每个人 都不喜欢苦难 我们希望能够避开苦难 这也是一种人性 但是我们明白 苦难在人生当中 其实是免不了的 我们都会碰到苦难 只不过情况可能不同 而基督徒 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苦难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而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面对一个信仰的苦难 就是我们为神忠心作供的时候 所碰到的困难 所碰到挑战 我们其实今天都是要面对的 只不过我们程度可能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教会不一样 每个地方不一样 有时我们可能是很简 一些很细微的东西 比如人家对我们的不了解 对我们事经的不认同 或者对我们事经的不认同 或者对我们事经的批评 或者对我们个人的批评等等 其实在某一方面 对某一些真的受到迫迫的人 都是小事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东西 每个人的看法感受都不同 但是当我们看回主耶稣 我们看回门徒的时候 他们怎样会面对受到这个苦难 其实我以前都经常说 当主耶稣呼住这个门徒的时候 而我们看回门徒如何跟从耶稣的时候 你发觉有一件事 几乎都跟着他们 是什么呢?就是苦难 你发觉主耶稣他的生活当时要顺服 天父要上十字架等等 这都是要面对很多的苦难 门徒在使徒行传也好 在其他书信里面 我们都见到苦难 我们都见到在书信里面 无论比德也好 无论保罗也好 劝这些教会 劝这些信徒 你要怎样去面对这些苦难 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 你要忍耐 要有这个喜乐等等 所以苦难和我们的福音和信仰 是离不开的 问题只不过是 我们应该在一个苦难的里面 我们在黑暗的当中 我们如何守住这个信仰 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信仰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而今天很多基督徒 对我们的信仰 是一定程度的誤解 很多人都说我信仰 我就可以免离这个苦难 我就脱离这个苦难 但你看到圣经并不是这一回事 尤其是新约里面 这个苦难是整天要我们在一起的 只不过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 所以求神真的联敏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苦难里面 在苦难里面 我们仍然在盼望 在苦难里面 我们仍然去持守 祂给我们的使命 去走祂要我们所走的路 而是我们知道在黑暗里面 在痛苦里面 我们能够见到神 我们能够得到祂的安慰 这个才是好得无比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一个蔡苏娟姐妹 这个可能年纪大一些的基督徒 都会听过 这个叫暗室之后 为什么呢 因为蔡苏娟姐妹有一次生大病 大病的缘故 以至影响到她的视力 影响到她的视力的时候 她不能见光 所以长期在自己的寝室里面 但是她是不是这样见完的时候 她就不能够传福音 她之前在眼睛有问题之前 她已经是积极去传福音 大大的努力去传福音 当她有了这个苦难的时候 在这个痛苦的时候 那她是怎样呢 她是不是就是停顿呢 也不是的 她用她的文字来传福音 甚至她的文字影响到很多人 甚至之后很多人去探访她 在探访当中 她分享了神给她的恩典 神给她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的 探访的人当中 当然包括了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 所以你们看到 在苦难当中 不是我们不能承担神的工作 在苦难当中 我们不是没有了盼望 反而是相反的 在苦难当中 反而好像更加的有效 她说的那句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她说 我从没有问过一次神 为何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 我只是问神 要我怎样去做 因为我相信 我们如何在苦难当中 面对我们的使命 面对我们的承担 这是非常好的一句话 但当然这不是一个容易做的时候 说就容易 做起来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感谢神的蔡苏娟主 她能够这样做 亦能够为神作美好的见证 我们都盼望 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今天的信徒 我们在火难当中 我们在黑暗当中 我们仍然去问 神你要我做什么 你要我做什么 我怎样能够去鼓励人 怎样能够帮助人 让我们的全方人更有果效 在使徒保留的生命里 我们同样看出来 我们知道使徒保留一生 会痛到很多苦难 但在很苦难当中 他仍然继续传讲神的信息 而传讲得更加有效果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看到一些受苦的传道人 当我们讲见证的时候 我们都很受激励 我们很受鼓动 但是我们想想 有一个很特别的事的时候 我们其实 我们却不愿意受苦 虽然我们看到 有受苦的激励 他做了这样的见证 我们很感动 很受鼓励 很多时候 你想不想这些事 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也不是很想 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这是有一些矛盾的方向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当我们碰到这个苦难 就是靠神给我们力量 能够继续为主作见证 最后我要说 我们要承担一个 我们所谓叫做一个受苦的神后 所以受苦的神后 我们要明白 这个苦难或者受苦 是我们基督徒必要面对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特别避开它 我们反而是适当地拥抱它 这个才是一个重要功夫 最后我再一次总结一下我今天所谓的 我今天所谓的就是 我们不可以安于现状 我们要不断的向前 不断的向前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 在这个时代里面 神是给了使命我们的 给了托付我们的 所以我们把握神给我们每一个机会 去传讲祂的福音 去尽心来传扬神的道 我们亦都期待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会碰到难处 我们会碰到挑战 那求神在当中给我们的力量 能够有适当的拥抱这个苦难 能够在苦难当中继续的见证神 求神听我们的祈祷 那我们一起祈祷 天放我们真是求神的怜悯 这个真是我们的祈祷 因为我们盼望的就是我们 可以不断地为主作供 我们不断地往前行 我们不断地承担着这个使命 叫我们真的不要拔占这个地土 浪费我们的光阴 真是求神你自己帮助主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圆弱 很多时候我们所注目的 都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周围的 只是周围的一些事物 我们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 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都忘记了为什么你今天安排 这个教会在这里 求神让这个教会 成为一个真是合逐自己心意的教会 成为一个彰显着你命的教会 求神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第三百五十首 真是无论如何 让我们能够决定地跟从耶稣 我已经决定跟随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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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在背后 世间在背后 十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十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十家在前头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阿们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事情要报告 要报告的呢 仍然就是奉献的事 奉献的事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可以寄这个信封 去到我们教会的邮递信箱 邮政信箱里面 或者我们去网站 去我们教会的网站 去网站奉献 或者用这个标签 另外我们今天的下午 在1点半 我们会有一个council meeting 所以请执事和council members 注意来参加 在网上 应该zoom的会议 商量一下我们教会的一些问题 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段时间知道 我们如何处理我们教会的事务 好 请我们一起领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会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和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下午